今天有一千多位加油站业者不畏风雨 集体到中油总公司前陈勤抗议 他们抱怨中油缩减了补贴者 让毛利也15年没有调整 让许多业者无力可图 甚至是纷纷倒闭 因此要求中油调整零售批发价差 加油站加盟业者不畏风雨 大声疾呼高举抗议不调 为的就是争取自己的权益 业者抨击中油长期主导 国内油价加上给予业者补贴的折让 也砍了将近一半 让业者几乎快要撑不下去 因为中油这个不合理的折让 然后已经有15年没有来做调整 将近200家的加油站业者 因为在而倒闭而关门 没办法继续生存下去 然后现在中油又讲说 假如你们不喜欢你们可以离开可以解约 这种是中油非常不负责的这种讲法 20多年中油给我们的毛利责让也好 一直都反而是毛利没有改变 责让又把我们收回去了 所以相对的在业竞争的这个时代 反而我们的空间更少 希望他以前给的责让再释放回来 不要给我们收回去砍掉 教证业者苦不勘业22号号召将近1500名业者 到中油大楼前澄清抗议 业者情绪高涨等不到中油做出回应 一度与警察发生冲突 我们的同意是 我们今天不是要来发力 我们今天是要把我们的生意 说到我们的老家来 说到我们的平常生产 以后的一块还有同意 这是一个传统产品的原因吗 不是 因为这里 鼓励我们的中油 他后来 把我们中心这个传统产力 我们这个传统产力 你看我 九十个行动 九十个行动 最后中油同意派员协调加油站 业者进入中油协商 而中油也承诺会在三个月内正面 处理业者的诉求 目前新的调整方案还在协商 后续将会与主管机关 以及消费者团体沟通 既既日报叶佳华台北报道